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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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oses 杨栋梁 大家好 来到致父通的有机可乘 Dicky 今天这位嘉宾绝对是我们的前辈 啊 我不敢说这种东西 看她的外表很年輕 但真的在新聞行業當中相當之資深 現在培養了很多新一代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 不過我的講解就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我這個好朋友Bonnie 例如除了一位很成功的媽媽 因為她是一位育兒的專家 更加一位資深的新聞從業員 更加這件事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她也是一位律師 重要的是現在大學的一位教授 歡迎你Bonnie Thank you 你這麼多頂帽 Hello Apple Hello Dickie 我都不知道從哪裡講起 不過很想從你教學的大學開始講起 因為剛才我來的時間 我就看到很多很年輕的學生 很開心的笑臉 為什麼呢 我看到他們的裝束應該是拍了畢業照 穿一身的畢業袍 我也有一點一天一天的 我在期待放學那種感覺 很多年前 很可惜 Apple就不是 已經很多年前 所以真的很想跟你從學校開始講起 其實什麼時候開始 萌生你教育的想法和意念 再付諸實行到現在 其實我還沒讀新聞是 我父母想我教書 反而是父母二元目險 父母傳統 反對我做記者 覺得做記者比較危險 還有那時候 我想整個社會 對於傳媒這個行業的認識不算深 因為我是七十後出生 九十年代大學畢業 但我自己當時對教學的興趣不大 直至一路做記者 中途又停了 即是去了英國讀書 再回來 又再做了一段時間記者 那時候就開始想 其實我是不是做新聞行業做到尾 還是說我應該都有一些改變 譬如我人生不同階段 可能我有小朋友 即是那時候想有小朋友 那怎樣又可以延續我對新聞那團火 但又可以在時間 工作性質各方面配合多些 剛巧朱美大學當時就找我 我也考慮了一段時間 覺得其實教育我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就回來了教 不如邦尼說到一團火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覺得做新聞行業 尤其是記者這個行業 一定有一把火才會做 但是轉到教學那裡 其實這把火怎樣傳承給 現在新一代讀新聞的朋友 其實新聞行業和傳媒的改變很大 譬如我自己主修新聞 當時我是主修英文新聞的 目標其實就是訓練你去做英文報紙 但我接著就有因緣際會 就入了電視台 其實我在電視台的時間最長 我也是電視台的Sicky 不要說多久 你知道我認識了她很多年嗎 十多年 大家都是疑事 從小到大 我們也是電視台認識的 沒錯 我們是同事 那時候 譬如你讀新聞 你讀寫的 可能寫作 你懂得拍照 然後你就入中文報紙 或者英文報紙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是有批判思維 你有對世界有認識 最重要就是好奇 這件事很重要 到我做廣播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有聲有畫 有批有批 然後你就很短時間內 你就懂得怎樣包一隻故事 那隻故事 其實你就是要用聲音畫面圖表 影像加上你自己的出鏡去表達 那時候已經做得挺好的 但現在的世代不同 現在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有公民記者 我們也有新媒體 舊媒體共存 接下來 其實新聞媒體面對很大的挑戰 其實全球也是 在過去十年 改變都是翻天覆地 現在我們其實是說 除了說他要寫 他要懂得拍照 他要懂得拍攝 這些是很基本的 差不多我們所有的新聞記者 無論是財經記者 無論你是報紙 因為報紙其實很少 只剩下文字版 你可能都要拍照 都要拍片 這些基本之外 我們現在的走向是說大數據 是說人工折留 這件事 譬如我們浸大新聞系 和整個全理學院的 一個未來的教育走向 譬如我們新聞系為例 我們的本科課程名字都改了 即我們以前叫做 全理學學士新聞主修 現在我們叫做 全理學學士新聞與數碼媒體主修 其實就加強了數碼媒體 我們就覺得大學教育 其實就不是一個職業道向為主 雖然我們是新聞系 我們都希望培育未來的新聞循環 但亦都不限制於只是畢業出來 只能做到新聞循環 而是隨著人工智能時代來臨 同學要掌握大數據 要懂得怎樣用資訊科技 和一些軟件 去採訪新聞去發掘故事 另外就是要表達 即我們叫做visualization 即你會將一些新聞 用不同的軟件和科技去圖像化 令整件事更加完整 更加容易在新一代入老 整個走向已經不同了 譬如數據的處理很重要 即使你畢業之後 其實你不是從事新聞行業 現在如果你掌握數據 你是會快人一步 在各行各業 我想財經也是 聽到你的學系新的名字 我就會知道 如果我們用經濟學的角度去講 是很宏觀的 不局限 只是讀了這個科目 只能做新聞從業員 因為剛才你說 最重要是有聲有話 又有筆又有棒 以前我們做的事 以前就是這樣就可以 但現在你說的那四件事 我可以夠膽講 我女兒可能八九歲的時間 都在做 已經會做完 會剪接 會拍片 會配音 配樂 所以現在你說的 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 現在二十年代 一個新的演進 就是面向未來的世界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我覺得很有趣 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最簡單 當如果有了大數據 又有了人工智能 甚至乎我看過一些 所謂人工智能的 無意的虛擬的AI主播 這樣 其實我讀完 還有沒有工作 我讀了 最後就聘工 給了一個人工智能的主播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 我在讀之前想問一問你 你不用讀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研究 我們做傳媒教育的人 就覺得是人工智能 或者是我們叫機器人 他們是不會取代我們的 譬如現在我們說大數據 和人工智能 其實就是你應用得好 除了在之後你去表達 譬如我們說圖像化之外 在之前譬如你去處理一些大的 譬如一個很大的project 你去做一個調查報道 你涉及到很多的數據 譬如簡單 我生活化一點說 譬如我們說 我想找一個交通黑點 可能我就要處理大量 譬如全香港哪一個地點 最多意外發生 以前我們怎樣做 我們那些年代 不是Apple 去數 或者我們可能要問有關當局 去拿數字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他發放給你 就給你 或者發放一部分 很被動 很被動 但是大數據就不同 可能你會自己透過不同的途徑 譬如你在媒體上數 交通意外 或者是政府發放的資料交通意外 或者總之不同的消息落語 譬如區議會 或者是很多官方的途徑 然後你自己把數據結集 你配合人工智能 其實可能他自己已經可以 我們叫做 generate 了一些 即是新的數據 然後由一些新的新聞角度出來 那些其實是省了我們很多 在調查報道裏面 做一些很 即是要 labor intensive 即是我們要在自己計 甚至你要怎樣 可以這樣拿回來 即這些數據 其實這個幫助很大的 新聞和數碼媒體 其實我們是新聞及數碼媒體 所以你只懂得數碼媒體 是沒有用的 你要有新聞的 sense new sense 觸覺 而且在很多情況之下 其實你是不可以用機械人做訪問 例如我舉個例 一個很大很慘的天災人禍 這樣才算 難道你找一個機械人 走入醫院 或者走入災難的現場 然後就問一個可能是壽海人 或者他的家屬 這樣太冷了 對 沒錯 除了這樣之外 很多時候你都要由人去想 那些數據是否有新聞價值 所以其實它是幫助我們做一些 我們叫做比較 tedious 比較沉悶和重複性的 一些數字或者資料的整合 但是我們就會節省時間 我們會做一些更加有批判性 是的 以及更深入的深度報道 這個報道一定更加準確 因為數據支持 而那些數據也是可能四方八面地搜羅得來的 所以批判性的思維帶出來的結果 一定是更加準誠和有公順力的 是的 還有我們的課程其實都是跟我們computer 即我們叫計算機合作 做記者多數是文科出身的 一直以來以前都 因為我們說語文的能力 即中文英文都要比較強 但是現在我們就覺得其實不是的 現在教育的趨勢都是要文理兼備 只是那個側重點 可能你都是文科為主 或者理科為主 我們這個就是一半半的 是的 就是如果在我們新聞與數碼媒體 這個學系裏面有其中一個專修 那個課程就是跟computing合作的 如果你說我不想讀那個專修 我想讀中文新聞或者國際新聞 這樣就可以 變成我們現在課程的選擇 給學生是很大 相當之有趣 Apple機會來了 又到你了 讀完碩士你可以再考慮進修 歡迎歡迎 還有其他話題跟Bonnie照例而談 千萬不要走去 繼續回來有機可乘 Bonnie剛才也提過 現在的教學要結合科技 希望兩邊同學都可以掌握得到 但以前就 你剛才說讀英文新聞系 就鍛煉好你的筆 真的很專注於某一科 在新聞的事業上 有一個很大的成功 大家都覺得你 當時其實你覺得 當然不想做一個新舊的比較 誰的工作環境會比較辛苦 但是當你真的做記者 或者做主播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覺得 除了有使命感之外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一份苦差 我又不覺得是苦差 Dicky是否是苦差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因為比較辛苦 鐵腳馬眼神仙肚 工資又低 工作時間又長 這五樣都肯定 我們經常都說 有得吃就吃 有得睡就睡 有得睡就睡 我有一個秘技 這個也要說一下 為什麼就不用睡 就是不用睡 真的嗎 三十多四個小時 三十多四十個小時都沒問題 最久踩過多久一間工作 最久踩過三十多個小時 不是 就是回歸 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 六月三十號橫跨七月一號 即是一九九七年的六月三十號 一直做到七月一號 我就在那個 直接是交接儀式的會場 即是在會展裡面 做這些排隊都排死你 很明顯 爭取得很早 一定最能那個人去 不是 我們都是團隊 因為不同 那時候很多 又要港督府 又要在邊境 因為可能要迎接解放軍 然後很多其他不同的行為 真的經典 我當時就進入了 其實只是排隊都排了你半天 即是那種 所以就做了三十多 差不多四十個小時 真的沒得停 那個很機動性 沒有人教你怎麼做 根本遇到什麼 你當時就真的 說得最俗話 就是看餐吃飯 是完全靠自己的應變和收拾能力 那一刻就 而且因為有太多的崗位 有些事情 譬如這些這麼大的項目 你都知道 Dicky 就是你合得很重要 不然每個人都會說 今天九七回歸 那內容都會重複 變成你真是很發揮團隊 秘技除了睡覺之外 就是吃東西 我不知道Dicky 你有沒有試過 你說一下 我們不用吃 我的袋子一定有餅乾麵包或水 這些很基本 但我很喜歡吃熱東西 尤其是冬天 那你煮不熱點餅乾的 但前輩就教 在新聞車是不能吃熱東西的 因為便會危險 沒錯 很動的 我是照吃的 而我們可以培養到一個秘技 就是我會拿著一碗雲吞麵 或者一碗粥上車 然後他們去 然後我就知道這些位置停車 就馬上煮兩口 然後有時他要急煞車 只要你的雲吞麵 那些湯不要太多 那你就要向著 他煞車的車向前 那你就容易了 那碗雲吞麵 這麼像拍電影 是啊 我們經常都是在街邊吃東西 真的太有趣 沒什麼熱態 那就是因為做記者 我跟過前輩 最初我是永恆那間做實習的 你知道就是亞洲電視 那時候我跟著前輩 前輩是我們在跑特發 那應該是有人墮樓的 那我就站在那裡等著 他拿著飯盒 然後突然間 有警察出來做briefing 我見到他 立即扔了飯盒 扔了飯盒 然後衝向前 那你就看到 其實大家都很專業地 很投入地去做採訪 我們那時直播 就是沒有網媒 沒有社交媒體 那全部是 如果離開香港 就是衛星 後期才是用電腦 就是 早期在香港 我們就要用ENG 就是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他們要駁線 有時有double hop 很多儀器 都很大隻 沒錯 最初的電話 最初是很大 最初我是用電腦 入行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有電話 總之很多技術上的東西 往往 有時IQ 就未必那麼準 有些延誤 對 延誤或者早了 其實最尷尬 早了都未on 突然已經拍著你 都不知怎麽 對 我自己試過很多時 那些嘉賓在動來動去 都不太尷尬 我有一個行家 即是有一個friend 他那次就慘了 他就有個避訪者 即是有時你按了 你有個嘉賓 現場chit chat 他的嘉賓就在挖鼻 即是在挖鼻 他直接已經按了 不知怎麽提示他 但是忍著笑 因為你沒理由笑你的嘉賓 亦都很慘 因為他都不想 可能真的剛剛鼻有少許癢 即是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那你真的很好講 執生能力 如果給我做 我們現在開始了 那種 但可能很大動作 又不是很配合那種 新聞的感覺 是的 還有你知新聞 又不可以亂說話 有時的稿又未齊 我都試過讀autocue 即是讀字幕機 其實那些稿是未寫好的 黃德基就這樣 沒事 即是當下單 對 他看不到 即是talkshow就不同 我們可以自由發揮 隨時都可以有不同的內容 去嘉賊不行 新聞是真的每一個字 都可能在字裡空間 都會有不同的意思 不能亂說 不過我馬上問問Bony 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你也說 21世紀20年代 現在傳理器 再不是以前這樣 有人工智能 有大數據 有大數據 有很多的配合 你也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是培訓新聞從業員 不過你不做新聞從業員 讀完我的課程 一樣有工作 但我不禁要問 即是看過去一段時間 例如你入行的年代 很多時候有個 不是爭拗 但有個很兩極的感覺 究竟是做女主播 或者做主播成功些 還是做記者成功些 還是兩樣都做到才是成功 會有這樣的說法 但到現在 大件事 每個人都有手機 每個人都隨時 就將自己的 無論是說話 想法 就表現出來 可能是一些社交媒體 自己做KOL 對 人人都出了名 以前就說 我要很努力 我要外表很好 好像Bony 然後又要很有才華 又要很有墨水寫 我才可以坐到主播台 報導新聞 今晚當然是被廣泛的觀眾認識 但現在 要出名 其實就容易了 會令到你的學生 可能 不會太 真是怎樣說 太可以 捱耕底夜 很黑苦內勞 去做好記者的工作 因為 每個人都會覺得 可以做KOL 出名就行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 怎樣教他們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 看看你怎樣看新聞學 和怎樣看新聞工作者 剛才說了 其實新聞學 最重要的 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的學生入行 做記者 或者做不同崗位 新聞團員 但訓練本身 是批判思維 和現在加了大數據的處理 亦鼓勵我的同學 外面去交流 帶他們出去採訪 和外面去做夏天的委託 很豐富 國際化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在現在的新聞學裏 我自己回應你的問題 其實我是主播入行 我是體育主播入行 我是1992年 在永恆的亞洲電視 做實習 我很喜歡亞洲電視 因為他的訓練很好 比我們當時 特別是新人 當年90年代初 因為當時資源相對比較少 比當時只有無線和亞視 變成資源少 那個士氣很好 同時之間 整個新聞部 大家作戰時非常高漲 而且教你一些便宜的方法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用另一個方法 其實這是維生的技量 沒錯 所以當時很開心 我做完實習後 當時總監叫我試鏡 就說他們要改革 想要一些女的新聞成員 去做Sports New Sanker 當時全香港是沒有的 你知道體育都比較男性 沒錯 於是便試鏡 試了一次 你回來練習多一次 兩次便出鏡 我是害怕的 我記得第一次出鏡 他們便跟我說 你記得要笑 不斷地笑 那我就 很害怕 用笑來掩蓋 當時是醜筒掩蓋 那種恐懼 但很奇怪 你看看肉 有個小妹 然後就在那裡笑 還要穿得很鮮的顏色 我記得那時是鮮黃 鮮綠 她也挺有前瞻性 現在我看到她就是這樣補 是的 那時候的確 尤其是當時是92年 90年代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 你何德何能 做甚麼做主播 是一個這麼年輕的 是的 那時候可能是全香港最小的 即我是20歲 入行 是被人覺得你花瓶而已 因為我看你的樣子 你不懂體育 那都是 因為年輕很漂亮 就是原罪便是虛有其表 其實你本來很有實力 可以是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體育的 但體育知識都不會及得 今天是劍擊 聽人有拳擊 也挺複雜的 沒錯 體育記者也挺難做 因為你做財經 我很專注在一帆 但體育真的五花百門 沒錯 那時候去到Newsroom也是 你每一天上班就覺得 好像那個編輯比你害怕 全部讓我只讀Lead 我想你做主持就知道 最簡單 只讀了十多秒 接著就播片 其他人不要讓他讀 然後我上班就很害怕 你讀熟的港味 讀熟的港味 其實每一種字都懂 我都讀適合這些字 但你看到是沒有靈魂的 因為你根本不是很熟悉的運動 所以我很明白那種心情 就是別人會覺得你不懂新聞 然後就要很努力 一邊做就一邊去了解體育知識 到我現在是老師 回應你的問題 就是我會跟學生說 其實他們抱著甚麼心態 進來是不重要的 可能有些是真的會很想做 新聞從業員 我想出去跑的 有些可能他真的 只是希望做主播 我也都覺得沒問題 而是我們希望透過四年的訓練 是讓他明白到 其實新聞從業員和新聞學 是有甚麼事 訓練到他批判思維 他做甚麼 只要他在崗位做得專業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其實因為我們是需要 不同的新聞從業員 事實上不同的崗位 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都說 讀書一來不是求分數 二來其實是真的過程 訓練到他成為一個 我覺得是有靈魂的人 這個才是重點 Bony 不過其實我們剛才也說過 你很多重身份 除了要教導新一代之外 還要教導小朋友 的確也有說 是啊 專家這方面更加厲害 我經常請教Bony 你寫的項目很多人分享 下星期繼續有機可乘 和Bony趙立如說說育兒 和其他話題 記得留意 拜拜 拜拜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都要支持一下